金曲3 2 熱騰騰的得獎名單出爐啦 一生一次的最佳新人獎 由神秘女生懷特 打敗眾多強敵獲得 而競爭超激烈的最佳台語男女歌手獎 入圍七次的許富凱 這次終於圓夢拿獎 和萬年飛文CP曹雅雯一起奪下 台語歌王歌後 這個畫面實在太美了 對於這個講座 我們都放在心裡面 不會去跟對方說很多的祝福 我們自己心裡知道就好 因為 因為我們都很努力的在做台語唱片 而接下來今年的金曲評審團獎 頒給了萬方和幕後團隊 場面相當感動 這家作曲人獎方面 暫時打敗艾良、維里安等對手 以蘇惠倫的安和成功拿獎 就從入圍那一天就開始大閃一眼 那當初本來就沒有特別想說 要寫到可以入圍金曲獎的那種野心 知道入圍的時候已經覺得很榮幸 雖然以陪榜的心情出現 但我還是抱持著爭奪紅色第一美的決心 門前還有看摩羯座的幸運色是白色 另外在特別貢獻獎方面 音樂教父羅大佑也開心領下 製作子會得到一次的獎項 恭喜蛋寶 他是要有點時間暖身啦 他可以了 蛋寶你要開心點啦 我必須說 金曲獎這個大緊拿起來 就拿起來了 很開心 特別是在清風手上 就是特別感動 然後也覺得蠻不可思議的 不只是得金曲獎 是我的歌唱人生的這個路 一路走來 我都覺得很感謝很不可思議 像一個奇幻旅程 而今年的最佳華語專輯獎 由淡寶的加成音樂獲得 而金曲最大獎年度專輯 一則是三不一的得力量奪下 太恭喜以上得獎者啦